高处往下看 台南以南整个天空几乎是灰蒙蒙的 环保署监测资料看来 南部地区几乎红通通一片 街上民众很有感 那个眼睛也是不太舒服 骑车的时候 好像说高屏这边的空气是 有品质不太好这样子 台南看起来也是灰灰的这样 所以口罩要戴好 因为最近是东北风的一个情形 那在我们南部地区这边 其实是一个背风面 那风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形 那有一些堆积物 是比较不容易扩散的 空瓶监测已经呈现红色警示 高雄陵园工厂偏偏又冒黑烟 让空气品质雪上加霜 环保局驾重开发工厂153万 同时扩大机茶工厂排放 更紧急启动了无人机机茶 呼吁中南部民众空气品质差 未来几天最好避免出门 打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